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再度换球 而且一共有17名的人质被释放 包含了13名以色列公民 三位泰国公民和一位俄罗斯公民 而13名的以色列公民当中还包含了一名4岁的美国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女童 她也是双方休战之后第一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 人质车队一抵达以色列南部 立刻被群众包围 现场欢呼声喇叭声 不绝于耳 高举以色列国旗迎接第三批被释放的人质 以巴休战第三天换球过程顺利 哈马斯释放17名人质 包括13位以色列公民 三位泰国公民 一位俄罗斯公民 哈马斯释出影片再秀清明 与人质一一挥手道别 换球三天已经有58位人质成功获释 从拉法通关进入以色列 再由军机送往医院检查 习伊伦被释放的人质中 包括这名年仅4岁的女童 拥有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 是双方休战后第一位获释的美国公民 女童被绑期间度过四岁生日 更亲眼目睹父母被杀 获释后身心状况都需要接受观察 但成功获释也让其他美国人之家属点燃希望 约旦和西安民众 连世三天上街庆祝 以色列释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与前两轮相同 大多数是青年和妇女 停火协议一天后即将到期 以巴双方再是善意 有意延长期限 尽管双方还未达成共识 但渴望延期代表更多人只能够获释 也为以巴冲突争取更多 喘息空间 TVB的新闻会宣布到 国周末感恩节假期期间 美国弗蒙特州却传出有三名的巴勒斯坦籍学生 遭一名白人枪手射伤 而且嫌犯还在逃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相当的伤势严重 所以美国阿拉伯社区是要求要将这起的枪击 视为仇恨犯罪 进行调查 每天车流破七万辆的纽约曼哈顿大桥 站着上千名犹太人反战组织成员 高举黑白大旗写着醒目标语 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协助加萨马上停火 同样是交通枢纽的纽约哥伦布圆环 则被亲巴勒斯坦游行占据 指责美国放任种族暴行 社会情绪高涨下 美国境内疑似又发生一起种族暴力事件 佛蒙特州三名巴勒斯坦籍大学生 传出遭枪击受伤 受害者送医后情况都稳定 但有一人伤势却不太妙 目前还没传出枪手落网消息 但FBI已经介入调查 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也呼吁 从仇恨犯罪方向查案 在三位大学生的家乡 约旦和西安在遭以色列士兵 以追捕通气范围有攻击 至少五位西安民众丧命 一巴冲突之际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近期也被指控 认同反犹太言论 旗下社群平台X流失大量重磅广告商 失血超过二三亿台币 传出他周一也将到以色列与总理纳坦亚胡见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表示 美国有意明年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陆基飞弹 要应对的是中国大陆对台的武力动作 弗林最近是出席了加拿大一场国际安全论坛时所表示 他说美国方面正在测试 打算在明年部署包含陆基战斧以及标准六型飞弹 弗林没有透露部署的时间点以及地点 但表示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正在快速增强当中 美军将展开不同的应对 弗林说中国大陆军方在2023年的表现 跟以往已经大不相同 对亚太地区来说是个危险的时刻 因此他也提到明年一月的血战 可能是影响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重要因素之一 好缅甸从10月底开始爆发了多支地方武装的势力攻击军政府的冲突 那现在武装势力控制中缅边境的一个贸易口岸 中方也因此高度关注 夜空中发射飞弹 缅甸北部战火持续 现在地方武装组织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进攻军政府控制区 在下一层 控制了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口岸 这是一个往来中国大陆的贸易口岸 有120辆货车被烧毁 因此中共解放军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进行实战演习 演练星日起在中面边境中方一侧举行 目的是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 边境封控 火力打击等能力 发言人又说 南部战区时刻保持做好准备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北京当局称高度关注缅北局势 呼吁停火指战 同时缅北动乱也跟剿灭诈骗集团有关系 在缅甸已陆续遣返上千名陆籍诈骗犯 但仍有多人滞留缅甸 中国大陆官方使出多招打诈 包含自动关闭接听国际电话 冻结银行账户防止被诈骗 而对诈骗犯更祭出了连作法 对其家人子女读书升学 从军个人征信考取公职等方面 从严把关 原则上被封杀 还有各省祭出公开柔信劝返 呼吁他们在12月20号之前 返回中国大陆户籍地投案 凡在限定日期之内 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并如实公诉自己罪行的 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犯罪情节较轻的 可依法免除处罚 因为明天北部持续动乱 许多地方禁止外国人通行 我国外交部表示 已协助149人返台 还有84人受困 呼吁禁诉与代表处联系 提供必要协助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着我们要持续来关心的是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这周将在杜拜登场 那欧盟气候专员 胡克斯特拉是积极地奔走 希望争取各国达成最终的协议 但也坦诚任务相当的艰难 胡克特斯拉是说 目前最大的争议是 设立由富裕国家出资源 来助发展中国家的损失 还有损害基金 那尽管去年的COP27 先进国家是承诺 将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 但仍然是远远不足 加上气候大会之前 社交平台充斥着大量有关 气候变迁的假消息 及阴谋论 更让这个整个达成协议的脚步 都受到影响 那原定这个星期六 就要启程前往杜拜的教宗方济各 周日也传出染上了肺炎 所以是否按照行程 要出席这场的峰会 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的 就是冰岛这边的状况 因为他们的火山蠢蠢欲动 虽然周四当局 已经降低了紧急层级 但因为地震的活动 让小镇出现了 触目惊心的一个大裂缝之后 有的甚至把路面 推高了一公尺之多 所以附近的地热发电厂 是赶紧的挖钩来竹墙 希望一旦火山爆发 能把熔岩倒往别处 白雪矮的大地 地面上裂出一个大裂缝 还时不时冒出白烟 这里是冰岛南半岛区的 渔越小镇格林达维克 就在首都雷克亚维克 西南方约50公里处 现在因火山可能即将爆发 近4000居民全员撤离 冰岛南半岛区因地底下沿江侵入 从10月底开始就发生一系列强烈地震 到11月中地震频率和强度急剧增加 累计2万次以上 其中最大规模超过5.2 根据冰岛气象局 先前每天1500到1800次的地震 从20号开始减少 到了23号降到一天600次 规模也大多低于2 显示突然喷发的可能性降低 周四官方调降当地紧急等级 但警告收散区域依旧危险 因火山还是可能几分钟内就爆发 换句话说 即便爆发的可能性减低 居民可能还要好几个月 才能确保安全回家 离家前居民对小镇未来都不太乐观 冰岛位于地热活动 平凡的地质热点上 周边火山活动多 平均每4到5年就会喷发一次 2010年的火山爆发 释放大量火山灰 大西洋两岸多关闭领空 导致全球航空大乱 这回虽然可能没有火山灰云 但影响也具破坏性 因格林达维克镇和附近的地热发电厂 就在熔岩可能流经的路径 发电厂还为冰岛主要国际机场供电 就算喷发不是史上最大 但依旧相当危险 现在当地正加紧赶工 要在地热发电厂周边挖沟主保护墙 希望一旦火山爆发 能把熔岩倒往它处 冰岛官员透露 所需的机具和相当两万辆卡车的材料 已经运往发电厂 当地知名的地热温泉蓝湖 现在同样一片空荡荡 因平凡的地震活动 自11月9号就对外关闭 预计至少关到月底 不过冰岛其他景点照样吸引游客前往 包括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辛格韦德利国家公园 和史托克间歇喷泉 尽管目前格林达维克小镇警戒降级 但封锁令依旧 一般人不能进去 居民则必须在前一天登记 在有限的时间内返家拿东西 冰岛气象局指出 当地火山活动仍以相同的速度在进行 火山爆发的可能性仍在 不排除在未来几小时 或几天内就发生变化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要求员工重回办公室 虽他们认为远距上班的成效 没有实体办公的方式好 但是不情愿回归的员工 却催生了一项新的趋势 员工前往办公室 满足出勤的规定 喝杯咖啡跟同事聊聊天 完成打卡之后就离开公司 再进行远端办公 那这种方式现在被称为 咖啡打卡 今年不少龙头企业的大老板 纷纷表态对过去几年实行的远距工作很感冒 纷纷祭出最后通牒 要求员工重回办公室上班 否则就能只能回家吃自己 像帕拉如丽这样的员工毕竟是少数 根据统计现在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 家里还有人在远距上班 跟2021年将近四成相比明显下滑 有很多职业的职业 有很多职业的职业 从开始的职业 你能看到这种时间 当时人们在职业 开始的疫情 所以职业的职业 职业的职业 都在职业 但他们没有太多选择 但与这年纪录业 根据史丹佛大学教授的研究发现 完全远距上班 员工成效会减少一到两成 这对企业主来看 当然是心惊肉跳 但专家认为 整体而言 让员工更有弹性的远距工作 其实能为公司节省不少开支 不见得比实体工作巧一差 而且要回到疫情前 一周五天全都坐在办公室的 传统上班方式 恐怕跟员工的期待差很大 因此欧美职场 最近就掀起一波咖啡打卡槽 员工准时在公司报到 满足出勤需求 在公司喝杯咖啡 跟同事八卦完 就离开办公室回家 或是另外找地方完成工作 等于变相 对公司的上班政策表达抗议 有部分企业也开始诊顿 这种类似到此一游的上班方式 甚至使用一些监控的手段 因此也引发员工的不满 认为在没有影响产值的情况下 严格管控员工的出勤 将影响对公司的信任度 专家也认为 企业放弃坚持传统的办公方式 更有助于招聘到合适的员工 提供更弹性的工作时间 还有空间 才有助于找到劳资双方 都能满意的工作模式 TVA新闻综合报道 2013年震惊全球的 刀锋跑者杀人案 入狱六年的嫌犯 申请假释通过了 所以明年初他将获释 这消息曝光之后 受害者家属是难以接受 西庄笔挺出庭应讯 2013年震惊全球的 刀锋跑者杀人案 如今有最新进展 南非矫正署批准刀锋跑者 佩斯托瑞斯的假释申请 入狱六年明年初将获释 消息曝光 南非民众反映两极 由于双脚穿戴碳纤维一支 让佩斯托瑞斯获得刀锋跑者封号 并曾拿过帕奥金牌 替探风光之际 没想到2013年却被控谋杀 名模女友 对着女友连开四枪 导致对方丧命 佩斯托瑞斯坚持以为 有窃贼闯入才会开枪误杀 但说辞不被踩信 一二审遭侵判 更引起南非社会舆论踏罚 2017年最高法院重判佩斯托瑞斯 13年5个月 今年3月他申请假释遭驳回 没想到再次申请获得批准 被害者家属透过律师声明 对结果难以信服 但也拒绝再次面对杀害女儿的凶手 刀锋跑者即使假释 也不得参加体育赛事 职业生涯持续停败 TVS新闻会宣布导 好 来看这位后起之秀 是2023年台维斯杯 22岁的意大利好手辛娜 在南丹击退了世界球王乔科维奇 又在双打挫败了乔帅人马 他带领意大利重返决赛 面对澳洲强敌辛娜率先是 先持得点 以2比0多下了冠军 这也是意大利47年之后 再度封王 被球王乔科维奇 赞为网坛未来三巨头的 22岁意大利小将辛娜 在台维斯杯再度缔造新传说 辛娜领军的意大利队 对上澳洲队新一哥德米纳尔 辛娜队中场以6比3 6比0 拿下冠军 这也是意大利时隔47年 再度封王 辛娜说这是意义重大的胜利 台维斯杯 他先是和乔科维奇侠路相逢 最终上演复仇逆转 接着又挫败乔帅人马 带领意大利抢下决赛门票 两度交手两场胜利 让他被封为乔帅杀手 22岁的辛娜 2001年出生8月16号生 他也是继乔帅后 年纪最轻闯入四大满贯 拔强赛的球员 这次画下2023年职业赛季胜利据点 网谈另一个巨头纳达尔 特别向他祷贺 TVB新闻 最后报道 回到国内来看 吴康仁是以赴都青年 夺下了金马六十的影帝宝座 也获得了名导李安盛战 他的演技说非常好 但是回顾他的演艺之路 其实蛮艰辛的 您知道吗 吴康仁在19岁之前 是靠着打工为生 包含工人 调酒师 摆地摊等等 那到了27岁 这一年才被挖掘拍摄 第一部戏 下一站幸福 吴康仁封地 李安第一时间到后台 恭喜线上温暖拥抱 大赞吴康仁是难能可贵的演员 李安的母亲是教过听障学生的老师 这次吴康仁挑战演聋哑人士 自己完全被他的演技说服 而吴康仁受访时相当激动 也提起恩师 谢谢已经已故的陈慧玲导演 那其实我在他最后要离开之前 我在他的床边 因为我们大家都陪着他 然后我也握着他的手 就是我25号金马奖 你确定不要撑个几天吗 吴康仁27岁时 由陈慧玲向众演出 下一站幸福踏入演艺圈 珍惜每个给他机会的人 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吴康仁 当年还不到15岁就到处打工 就是很早就来当演员 但是你前面累积了超龄的人生经验 的确累积了很多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因为可能看到的人的面相非常的多 我从一个不会讲台语的眷村小孩 我是个眷村小孩 当过水电箱和街工 服务生调酒师 还在高雄铺过博游路 19岁以前就做过40份工作 吴康仁24岁时来到台北发展追梦 直到205年离开经纪公司 当自己的经纪人 不挑工作能接就接 从悲观第三性公关 热血律师 聋哑外籍移工 完美驾驭各种截然不同的荧幕形象 一路以来靠着后天的努力 站稳戏剧一格的地位 TV编新闻罗事本红一提台报道 好 今年金马奖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今年的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是 方志有她夺下的 而且她特别在庆宫宴上面点名 感谢林柏宏 大家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想说有点问号 为什么要感谢林柏宏呢 原来两人是在同一个选秀节目出道的 回想拿下金马最佳女配 方志有人到了庆宫宴 依旧难掩激动 除了感谢身边伙伴 以及家人一路相挺 还特别点名了她 林柏宏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 因为如果没有她 我好像走不上去 一起入行然后一起长大 就真的很谢谢她 然后也觉得她在我心中 也是很棒的男主角 一幕合作的作品不算多 镜头换到林柏宏这边 这好朝期似乎已经多年 还没有拍任何戏的时候 就认识了朋友 所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耶 一起长大的好友 再说哪些事 时间回推到16年前 原来两人是从同个歌唱选秀出道 方志有人是当年第19名 双双都转战演员之路 金马还有正木也令人印象深刻 首街红摊主持的曹佑宁 今年似乎因为太紧张 吐嘴连连饱受批评 如今发文每分每秒发生的一切 都会是未来前进的力量 女友王静也在留言区 温馨喊话 一起来练数来报 至于今年的同框画面 911的春风 如愿跟志琳姐姐拍到照 教授的喊 至于陆露今年特地为影帝奖项 制作的五大通信范列表 细节公开 备赞好用心 王伯杰更喊 好想收藏 成为幕后斗曲花絮 第一个视频 李明杰来上部继续调不到 好 再来看生活话题 鸡蛋已经连三波降价 而且下周的蛋价也是不变的 不过来自日本的知名牛洞松乌 却宣布 28号开始 他们的半熟蛋系列 通通要调涨5到10元 那业者说是因为鸡蛋升级 他们现在改用 严选台湾牧场的优质蛋 因此成本增加 来自日本的松乌 主打牛肉丼饭 不过如今圈圆碗中的 这一颗半熟蛋 宣布涵涨 号称半熟蛋全面升级 随着频项调整 包括葱香半熟蛋 牛肉盖饭 迷你中碗大碗特盛 从28号起 价格由105元到195元 调整为115元到205元 而酱拌牛烧盖饭 则从165元变成170元 单点半熟蛋 则由25元调整为30元 等于半熟蛋系列餐点 涨幅5到10元 物价比较高 我就吃少一点 如果品质好 我可以接受 因为也不是全面性的 涨非常的夸张 民众反应两极 不过也有人质疑 鸡蛋已经连三波降价 下周蛋价也不变 维持产地价 美金38.5元 批发价48元 为何还要涨价 业者坦言 半熟蛋食用的鸡蛋 从一般的CAS鸡蛋 一颗成本6.5元 改成严选台湾牧场 优质蛋 一颗成本标到10亿元 虽然不是深时级 然而业者保证品质提升 可安心使用 而且半熟蛋制作方式也改变 虽然松屋涵涨半熟蛋一颗高达30元 不过竞争对手Sukia 近期没有调涨计划 半熟蛋一颗维持25元 而吉野家同样没跟进 半熟蛋一颗保持19元 也统统用的是台湾蛋 同样的品项 不同餐厅价格有差 看来韬客想审核包 恐怕要精打细算 铁别的新闻 线外相关的刘一身 台北三马导 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傻眼状况 是高雄有一名民众 他上个礼拜到美式卖场 买了一箱洋芋片 很多人都买过 结果他打开第一包里头 竟然只有两片 那第二包稍微好一点 但也只有三到四片 那都非正常的分量 他洋芋片像在拆惊喜包 摇一摇感觉分量不太对 打开一看果然 下面肉眼看只有三四片 再加上一些碎屑 这已经是当事人蔡小姐 开的第二包 第一包更惨 只有两片 让他真的很傻眼 他只有三片一般好像没有那么少 有买过类似这一种的 要怎么处理 拿来脱脱包 你们会不会担心买到这个 当然会 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住院舒适啊 高雄一位蔡小姐 这个月十九号到高雄中华路上的 美式卖场买了一箱洋芋片 一箱299 里面总共有30包随身包 一包平均不到10块钱 而他拆第一包的时候打开竟然只有两片 第二包摇一摇又觉得不太对劲 打开果然只有三四片 一直到开到第三包 终于是正常的分量 实际来实测看看一包到底要有几片 才在合理范围内 总共28片 一片洋芋片的大小 大概只有正常洋芋片的四分之一 不过比较厚 根据了解这款洋芋片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包 虽然是美国品牌 但包装盒上写产地是马来西亚 台湾份公司已经得知此事 初步回复 这款洋芋片制造工厂都在国外 因此详细状况仍需理清 TVBS新闻 中旬秋天赋高雄报道 讲到吃的不少人喜欢到台南来喝牛肉汤 也是不少台南人的早餐 那现在有百万网红chip 他在一篇贴文底下是留言说 这台南牛肉汤的品质比不上日本A5和牛 引起了网友的暴动 但后来chip有做出澄清 我们来听他怎么讲 店家献切献汤的新鲜牛肉汤 是不少台南人的早餐 更是游客们到访必吃名单 不过近期引发牛肉汤之乱 跟日本和牛相比 台湾男就爱的这一位 从牧场到餐桌这段路引发讨论 以牛种来说 牛肉汤的原料是合适登乳牛 跟日本和牛相比 油花的出肉率确实难比拼 但台南牛肉汤 强在新鲜不经过冷冻 每天现在温体直送 主打嫩脆甜口感 不过百万网红chip 在一篇文章底下留言 引起暴动 强调不是肉质不好 而是想让大家关注饲养环境 面对造谣 还得再出来澄清 网红chip也说真的心累 还原留言 10月25号chip在网络文章下写 牛肉汤就是那样 肉品再怎样都不可能比得上 国外那种专门饲养的肉牛 26号针对言论再解释 是因为看到网络文章才会说 牛的品种饲料环境难比和牛 我们这边台湾的话 饲养环境就是一般的圈养 那日本和牛的话 他们是在外面放养 和牛虽然入口即化 但相对由容易腻 却是它的缺点 台南人捍卫牛肉汤 连市长黄卫哲也发文挺台南牛 两者口感各有支持者 端看韬客们更喜欢拿中 TVB的声论 陈建明 郭守昌领利 台北台南采访报道 好 讲到台南 台南花园和小北夜市 最近出现了一名饼干美眉 她在寒风中穿着运动外套 坐在小板凳上面 兜售零食跟饼干 所以有热心的麦鱼老板 就发现了美眉 她就问小美眉说 你怎么样 为什么会在这边卖饼干 结果后头有洋葱故事 我们带你来看 夜市人来人往 一名小妹妹穿着运动裤 神色外套 坐在小板凳上 捧着一大箱纸箱 身边没有大人 自己一个人 店员兼老板 妹妹我问你啊 这个价格是怎么算 我价格太猛 光夜市的民众上前一看 发现她的纸箱内 装的是各种类型的饼干 算自己算钱就对了 妈妈妈不得要加 小妹妹看起来 大约也才国小的年纪 却说要分担佳绩 民众二话不说 把纸箱内的饼干全包了 让她早点回家 也算妈妈在养你 还有谁 都没有 小小年纪不得不成熟的想法 令人心疼 看她一个人孤零零 穿着一件薄外套 在寒风中卖饼干 民众干脆自淘腰包 买防风外套给她穿 而这位热心民众 其实是一名麦鱼老板 他把饼干美美的影片 PO到社群上 希望大家有来台南逛小北 或花园夜市 有遇到她 能够帮帮她 小的时候就自己做事情 自己洗衣服洗碗 想到时候 一天那个 零用请跟早餐钱四块钱 实际制定给麦鱼老板 没有接电话 不过希望一点暖心举动 能够抛砖 隐喻引起更多回下 TBH新闻顾手差 台南报道 好 再来看看美景吧 日本冲绳的资深摄影师 赶在变冷之前 他潜入宇纳国岛海域 探索水中的生态跟遗迹 透过琉球 朝日放送的镜头 带大家来看看 这些珍贵画面 蓝天碧海好棒的天气 在地船家却表示 夏末秋初 是宇纳国岛海域 稍有访客的淡季 因为熟门熟路的 潜水爱好者 偏好冬天 来看狗头沙 趁着好天 摄影团队随着航船 从九步两岗出发 前进日本最西边的西旗 阳光通透 能见度相当高 摄影师来到水下 18公尺处 迎面来的宝客 因为潮流的关系团队只能从侧边靠近 花了不少力气 隔天 隔天继续努力水深25公尺 再度遇到了缩鱼群 这一次正面相逢 画面更惊人 庄观的景象 QAB的主播看了直说 这所谓的淡季 没人朝圣 实在太可惜 见识过梭与旋风之后 团队来到宇那国岛的新川比 该以360度摄影机拍摄 周边环境化成 园区变形的全景呈现 通过岩石间的小海沟 看到沉睡海底的遗迹 通过岩石间的小海沟 三百六十度摄影机拍摄 这种感觉 眼睛转着的映像 鱼眼看世界就是这般景象 已经是宇宙了 惊喜 弯曲的部分 其实是不一样的观点 但如果鱼看着景色 就愿意试试一下 热爱大海的资深摄影师 拍下珍贵影像 希望大家以鱼儿的视觉角度 另类感受冲绳壮观的水生态 同时更加珍惜 并且好好地守护它 TV月新闻 许启方综合报道 暴风雪强袭东欧 那罗马尼亚的记者 在风雨之中连线 天气急冻 所以它边讲边抖 而且还站不稳 而且雪太大了 甚至到镜头都被遮住 暴风雪中 罗马尼亚记者艰困连线 整间镜头瞬间被白雪覆盖 只剩声音 全都快要看不见 终于看清楚记者的脸 却似乎又因为风雪太大 记者边讲边抖 还差点站不稳 这场暴风雪 每小时100公里风速强袭 一辆载有41人的巴士被吹翻 导致数十辆车全卡在路上 不止交通大乱 电力也中断 目前东部四线已发布红色警报 临近的保佳丽亚 也因暴风雪带来灾情 车子和道路机满后雪 全国多数地区 周日进入紧急状态 约1000人的地区 全都未必须 未必须的投入紧急状态 这些是什么 可不可以认识 但未必须能够 未必须能够 在东欧的科广 周六将下 今年首场大雪 被暂时安置在东欧 保护区的狮子 看着身边第一场出雪 好像忘了 太冷眼 好奇地在雪地走来走去 我最终于一家 的地区 是完美的 我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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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应该东西亚也出现在雪地中 让工作人员很交集 副尘人说 一共20只棕熊从小就被关在餐厅里取悦顾客 被救出后目前住在保护区里 其他16只熊已经适应环境进入冬眠 TVBS新闻中文报道 印度南部一所大学周六晚间举办演唱会 就中途下起了大雨 所有人争先恐后的要冲进礼堂躲雨 结果爆发了推挤 还有人滑倒 所以酿成了踩踏悲剧 一共有4名学生上身 60多人受伤 消防车紧急扑灭火势 巴基斯坦南部 这栋六层楼高的购物中心 清晨传出火警 火势从三楼一路往上烧 瞬间将两层楼吞噬 在外等待的家属抱头痛哭 火警发生时有60多人受困 在警消抢救下11人不幸丧命 目前火警原因还在调查 但当地多数建筑没有防火和消防设备 专家认为政府监管松散恐怕难辞其咎 至于同样在南亚的印度也发生严重悲剧 南部这所科技大学周六晚间爆发踩踏事故 事故发生时正举行户外演唱会 却被突如其来的大雨中断 当时现场3000多人为了躲雨 争先恐后冲进礼堂 推挤还有人在楼梯滑倒 一连串混乱导致残局发生 救难人员进进出出 医院走廊挤爆人 这起事故造成4名学生丧命 60多人受伤 然而校方是否有疏失 当局目前展开调查 TVB新闻 正好报道 还要看到希腊发生了沉船意外 造成一人死亡 12人失踪 希腊当地时间26号 一艘载有14名船员的货船 在希腊的勒斯伯岛附近 发生了意外 船身沉没 希腊海岸警卫队表示 目前已经在附近海域打捞出 一具船员的遗体 还有艺人被直升机救起 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但这样子还有12人是失联的 所以据了解 这艘的货船是载运研巴 出发之后疑似是机械故障 曾经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14名的船员当中 有8人是来自埃及 还有叙利亚以及印度船员 目前当局还在扩大的搜索当中 沉船原因也还需要时间来调查 好来关心政治话题 蓝绿白搭档组合总算 是各自敲定了 确定分手的蓝白 也赶紧各自拍了定妆照 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副手人选 像是国民党的赵绍康 民众党的吴欣盈 以及民进党的萧美琪 他们的风格各是如何 柯文哲一线黑西装 副手吴欣盈则是换上白色套装 两人互不信连衣服上都要展现 柯盈佩敢拍定妆照 好像OK 不只竞选服 三位副手人选中最年轻的吴欣盈 换上时髦格纹上衣 藏蓝色衬衫 主打年轻形象 而另一头其他阵营也敢拍定妆照 国民党的赵绍康 另外还有早先一部 已经拍摄完成的赖清德副手 萧美琪 深色套装走沉稳路线 两个人希望形塑一种干净利落 聪慧敏捷这样的一种 Smart的一种感觉 有一点007的一种feel 那赖清德跟萧美琪 跟赖萧配基本上 他们想要形塑一种 相对年轻的一种感觉 所以两个人在穿西装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打领带 那至于侯康佩来讲的话 我会认为他们的定妆照来讲的话 第一个可能要凸显出专业性 就是要呈现不一样面貌给选民 而赖清德也释出第二支竞选广告影片 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 就叫做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 主打贴近选民 就是让赖清德跟选民 能够距离能够拉近 他不是远远的 就看选民明年1月13买单谁 TVB上乌克林里做很特意报道 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昨天替蓝银小鸡站台时 他特别讲到一句话 他说不怕死的一定会赢过不要脸的 这话就被解读说 是不是在影射柯文哲呢 不过今天侯友宜的副手赵绍康 帮他澄清 不怕死的人 当地不要脸的人 不要脸一定死的 蓝白破局之后 侯友宜出席立委造势 直接喊出不要脸的一定死 这句话是不是一有所知 所以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但既然都以各自登记蓝银 不再对科堆叠善意 且看民调数据 普及前期 台湾民意基金会统计 柯文哲还以31.9% 冲上第一 领先侯友宜超过8个百分点 但破局之后 两份媒体委外民调 其侯康佩以28.2% 胜过柯营配4个百分点 另一份侯康佩 更领先柯营配6个百分点 有先检视 柯文哲的诚信 学者分析蓝银战略 分阶段进行 拉开差距 再对绿银攻击 却仍免不了 被看好戏 不看寂寞 就怕议题焦点 全被再也抢走 不过蓝白 总统整合破局之后 其实民众党台中市立委 参选人蔡碧如 在周一早上这一天 是现身在了国民党中央 他为什么去国民党中央呢 其实他特别是来参加记者会 原来现在蓝白在立委上面 仍然可以继续合作 其实这U-Bike现身国民党中央 来的却是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蔡碧如 这是罗廷委邀请的台中我们七个区域立委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只是双方母鸡分手擂台全国放送 撕破脸 小鸡的感情何时变得这么马迹 对台中部分看起来就我们感觉还是一片祥和 彼此之间的情绪看起来是还是有 情绪上面来了 发泄完之后 他说我们还是会支持你的 我们主席才想禁令不准邀请客户者站台 民众党小鸡却大方献身国民党中央开爆料记者会 蓝白小鸡同台气氛一片隔热融容 市长妈妈卢秀苑把我们带领的很好 那他也希望我们就是在野要能够集中选票 然后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台中的那个在野的联盟应该是 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我想不会刻意的去 我想不会去刻意 因为那个在总统的层级 我想大概就是兄弟爬上各自努力 这位三号猜不如台中海线尽种成立空折江献身 国民党妈妈市长陆修院也将力挺 蓝白气氛容恰却仅此一驱 那也期待说在这样的一个蓝白河 讲的是河气的河 能够发挥最强战力 那国会的席次能够最大化 也不敢说是特例 但是我们也呼吁更多 所谓非绿的立委参选人 可以跟我们大家站在一起 那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拼国会席次最大化 凡事都有例外 刚性政党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 TV新闻 郑盛维 李嘉惠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Focus世界新闻 我是谭一伦 再会